德国汽车制造商BNW周二宣布 今年手机交车量年减1.5% 为58万8138辆汽车 但该公司也表示 手机电动车销量较去年同期 大幅成长83.2% 达到64,647辆 BNW管理委员会成员 负责客户、品牌和销售业务的 Peter Nota表示 2023年全年宝马集团 渴望实现微幅的销售增长 而今年驱动成长的主力 将是纯电动车和高价高档车款